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新出三龙品牌的车型 或是未来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车款 即是去到明年 即是2022年 再加上坦克在广州车展预售 售价是三十多至四十万左右 不够半个小时 预订是一万多架 其实见到市场反应就不错 再加上券商对它出来的车款 其实是觉得受落的 其实这个比较重要一点 你看到车股也是一样的 没有新出售 其实对它的销售来说 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一点的关键 明年其实也有不少的车款 准备推出 相信它会刺激到销售的情况 所以如果想去留意一些汽车股 这些是传统又有做 然后新能源车又有做 还有也是一种 相对上在一种车股来说 维持着一个强势的选择 我觉得长期可以去留意 短期来说 反而你要看一看它 这样撤破得到上去的话 有机会挑战下 即是你今天抽7.7% 如果真的上破38.6%这些水平 有机会试一试40元留上这些位置 一抽到上去 还有如果真的这些钱 继续留在汽车的SATA那里的话 是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升幅 其实也不奇怪 在用一种长期 向上可以看到 我觉得40元留上 其实也应该是有机会到的 如果真的向上突破 今天来说 就算抽7.4% 其实也未突破 都要去看看 这些高位在哪里 其实是38.64% 如果你真的今天没有追下去 那你想撤下去 我觉得又未尝不可 那你就看着 看着这个现水平附近去买 上网如果突破到38.6% 就看着42.43% 短期来说 虽然我觉得中长线是可以去手下的 但如果你真的想向下 找一个位置去做一个止蝕的话 我觉得近期这个低位 31.5% 去进行做一个短期的止蝕 再不是的话 你分住 那你就第一次去现价买了 首先 如果真的向上突破的话 你先再加住 如果去向下 失了 你就算不想 你未必会重住 你入了一笔前 那你可以坐下 我觉得无妨的 但是如果不是你打算短走的话 短期来向下 失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位 你就要想去走 然后观望一下 你就要看着生日的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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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